两天后在加利利的加拿 有娶亲的宴席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耶稣和他的门徒 也应邀参加这个婚礼 酒用进来 耶稣的母亲对他说 他们没有酒的 母亲 这和你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的时间还没到 他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坐实了 照犹太人捷径的规矩 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 每口可以乘两三桶水 把这些水缸都装满水 他们将水倒满至缸边 现在有些出来送给管宴席的 他们把缸里面的水咬出来给他 现在已经变成了酒 他尝了一点 管宴席的人并不知道 这酒是哪里来的 只有咬水的佣人知道 所以他叫了新郎过来 一般来说呢 人家都是先摆上好酒 等客人喝足了 才摆上刺的 你看看你 把好酒留到了现在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 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 显出他的荣耀来 他的门徒就相信他了 这事以后 耶稣与他的母亲 弟兄和门徒 都下家拜农去 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 他有什么路 咬水的 어때 又有什么事 他有点 也有点 感谢观看